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只能稍微先牺牲我的知识位置 然后把这个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可以吗 第一个是年度纪别 然后分区业务组 好请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通常会去把零排在最前面 还是零会把它放在最后面 在做成效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把零放在最前面 还是零放在最后面 刚刚是最后面 就是我们其实只要呈现 这个院所指标 请由大排到小 这件事 院所指标 院所指标 可以吗 当我点一下这个院所指标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三角形 请问有没有由大排到小了 对不对 好 我觉得更棒的一件事 请问一下 假设你要学会这一招 你要去说 2020年中区哪一家医院最高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先点选2020年 你看当我点了2020对不起 2021年 这边全部都只剩下2021年了 而且请你仔细看一下 对不起 因为我只是希望 算了 那我就把这个一式结构稍微 缩小一点 好 来点选2021年 控制键按住 点中区 业务组 有没有看到 第一名呈现的是什么 新太平澄清医院 他夺高 0.66 第二名 0.64的是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心分院 可以吗 然后第三名 澄清复健医院 0.61 这三个是前三名 可以吗 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讲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